嗨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國洞 剛剛被零食挖起來呢 說有一個臨時要拍的特別影片 就請我們的小助手介紹一下 什麼叫做臨時要拍的特別影片吧 就是前兩天我們收到一個 釣魚Youtuber KK寄來的套票 就是他在疫情前其實只有約我們去海釣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就取消了 所以他就是寄了一些東西過來 讓你的料理天才發揮一下 然後他也有拍一段小影片跟我們喊話 那不錯不錯 這個人至少禮物算是上心的 我蠻喜歡的一個這個食材的 他的親戚啊什麼小卷花枝啊類似的啦 我都非常喜歡 那你現在有三高嗎 我現在不確定 至少我的血壓算是正常的 那影片在這邊 我光看這封面就覺得很尷尬 那個批了一個我的圖上去 很像那個網路上我的那種大便影片 跟我玩保證 保證舒服 請開始你的表演 真的假的 有沒有推薦的賣家 再來一發 你會聊感情的那一種嗎 你會聊感情的那一種嗎 哇靠 好爽喔 我剛剛看到他的那個 我剛剛看到他的年紀 好像不是這麼的 不是這麼的小 為什麼還有阿虎 喔不是他喔 那這支大便拼也是 夜害兼制的 特別感謝他 那這支影片主要是要跟你們說 你們現在手上這項透抽 是多麼的新鮮 那我有親眼看過 你們在家做豬古堡的影片 對國動的廚藝有了些許的了解 希望國動可以用這項透抽 做出屬於你的瘋狗式料理 OK交給你囉 可是他說要我做出瘋狗式料理 你對你的刀工有什麼想法 刀工這種東西 慢工一定是出細活的 慢慢的切慢慢的搞 那一定是沒有問題 喔喔喔 你知道我看完這個影片有一個 就是只注意到一個地方 這個在船上的阿伯的衣服 跟你模一樣 這流行啊 成熟有氣質中年人的流行 氣過來的時候是兩代這樣子 是不是很重的 那我們現在目前有把它解凍了 所以這裡面不只一隻是不是 不只 有好幾隻 那你準備好了嗎 那如果我們做瘋狗式的料理 我們是不是應該想一個 特別適合瘋狗式的料理 怎麼樣 生存嗎 我怎麼知道 因為我腦袋現在想到的 都是一些比較正常的料理 我覺得正常的做成功就是 成功了 好啊也可以啊 那我們現在先去清洗 好那我們現在要來清理這個透抽 基本上就我對這個透抽的了解 因為我媽以前也會買一些這個透抽 但是我媽買的透抽呢 沒有這麼複雜的 他不就打了一個結嗎 對因為我沒有指甲 六千刀 六千刀 好根據我媽買這個透抽的經驗 就是要如何的這個 處理它 微微的知道一些事 我們總共有1 2 3 3隻 3隻這個肥美的透抽 那你預計是做成三個料理嗎 我跟大家說 吃海鮮對不對 第一個一定要吃它的原味 所以我們一定會有一道是 什麼都不處理 清蒸的 那再來呢就是 我們可能可以 做一些調味 第一個 這個頭一定要抽掉 這個眼睛這樣看 唉唷那不知道是膽囊嗎 這個是什麼 欸這東西我沒看過 晶瑩剔透的欸 試試看 欸這個有那個 生蠔 生蠔味道 哇 好香啊 好香是這個反應嗎 我們把第二隻的頭頭也拆開 看它會不會有剛剛那個東西 哇靠 這個是太新鮮還是怎樣 嗚嗚嗚 這個是不是 本來應該是墨水啦 這看起來不像墨汁啊 那個應該比較像內臟 還是這個是 這個是 奇形狀 這個東西看起來鮮甜欸 很美味啦 好啦我們現在把頭拆掉之後呢 順便的清潔一下這個 剩下的這個 透抽的頭的部分 我們這個洗的水是用 鹽巴水 說是會可以比較保存鮮味的 清潔就到這邊 處理的部分呢 我們再帶到另外一邊去 我們現在呢 我們先處理比較簡單的部分 我們先把這個頭頭 頭頭拿起來 我們這個頭頭沒有什麼難度啊 頭頭比較好處理啊 沒有什麼要處理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把它切成這個 圓圈狀就好 什麼魷魚圈那一種 就這樣 一圈一圈的 想說切不掉什麼刀子用錯面 好危險的感覺喔 什麼好危險啦 所謂刀弓好不好就是 你看它那個姿勢你知道嗎 剛剛已經講過慢工粗細活 你可以用貓爪嗎 就是這樣切 就是把手指收起來 這樣 可是請問這個有什麼差 就不要切到手指 好大圈喔 你的越來越大圈耶 你這一圈是前面的兩倍 沒有 You think too much OK 他們是 咦 它這裡怎麼有個怪怪的東西 為什麼都要用文的啊 好香啊 它又是剛剛那一段耶 那你要割掉嗎 我們餅持了能吃就吃的精神 我浪費食物 你那個不能吃吧 我們等一下切完了 還會在這個細部的清潔 我們再把這個 剛剛沒有清完的這個內臟的部分 再把它清乾淨 這隻我們用這個另外一種切法 你會嗎 當然啦 哇好像很專業 這哪有什麼難的 好滑 好嫩 好嫩 好我們這個留待待會兒的時候 它沒有這麼好 這麼滑嫩之後 我們再處理它 第三個這個呢 我們為了這個 為了我們這個影片的長度著想 不要再切條狀 條狀那個太難切了 我看人家有雕花了 啊雕花會比較好吃嗎 不會嘛對不對 再來我們要處理這個困難的部分 這個我相信應該是不需要 這個頭頭 這個特別腥臭這一段 我看那些影片都會全部上面都不要 屁啦 哪個廚師肉沒素質你跟我說 這也是肉欸 你這樣等於是浪費了一撮肉欸 我記得它這邊好像還有什麼 這邊好像還有一顆什麼龍珠 有牙齒這個 會噴出來嗎 哇 常常大家吃那個小卷中卷啊 這一系列 都會有這個咬到最後有沒有 卡在嘴巴很像塑膠片的東西 膠子也要分開什麼 以你問了一個很好的問題 你這樣一問我發現 這隻有點大 似乎不太適合整搓來 可是它的這個腳又滑又嫩的 好像也不是很好處理 go diamond 那眼睛真的會流嗎 眼睛沒什麼問題吧 就看你吃不吃而已啊 做了好幾隻以後 你有什麼心得嗎 我處理了這幾隻之後 有沒有什麼心得 它開始漸漸的影響我的胃口 很滑黏黏的 有點噁心噁心 哼哼哼 恭喜囉 處理的差不多了 我們再去把它做一次這個徹底的清潔 我們就可以開始準備料理了 好的 那我們現在把所有的這個透抽都已經處理完畢了 那我們這個為了保險起見 所以我們會做一道水煮的 然後一道是這個蒜蓉蒸 就是比較基本 最後的這個我剛剛想好 金沙透抽 因為我本人去外面熱炒店的時候 非常喜歡吃金沙系列 那我也會自己做一道這個金沙透抽 看看我做的成果怎麼樣 好那就這樣吧 那我們開始go 好因為我們這個家裡剛好有這個鹹蛋黃 第一個動作就是要把這個鹹蛋黃壓碎 欸 地上可能還有魷魚汁啊 現在地上有多了鹹蛋黃 趁主播在忙的時候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加了蒜跟蔥 鹹巴跟橄欖油的 那我們的人就拿去蒸 然後這個我們就是拿一小撮 丟下去水煮這樣 我們現在呢要把這個透抽丟進去水煮 然後呢這一份我們同步進行 就是這個蒜蓉蒸 之前在別的頻道拍攝的時候 有請過一位熱炒師傅 那熱炒師傅有教過我 熱炒的一個重點就是這個火候的控制 我們要先把最難熟的先丟下去煮 快熟的時候再把所有的佐料夾進去 我們先請透抽下去玩一下 透抽已經在鍋子裡面玩耍了 這個神奇的香味跑出來 好 我們透抽呢 感覺這個非常快的就已經要熟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開始加佐料了 先加一些soak 加一些鹽 金沙料理要加鹽嗎 因為鹹蛋黃本身就已經很有鹹味了 好 我們把所有的鹹蛋黃都加下去 然後加一點這個香蒜好了 再加一點三星蔥 我們最後一道是這個KK要求的瘋狗式料理 就像個瘋狗一樣 什麼都加一點 更好吃嗎 這些東西哪有不好吃的 好瘋喔 全炒耶 老子現在瘋狗怎麼樣 爆炸了 爆炸了 這鍋子好難拌炒喔 好了 我們現在這個瘋狗式料理 有多瘋呢 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所有桌上看到的佐料 基本上都加了 我們也不管它這個搭不搭 全加 我們用了一個非常二的器具 去做這個拌炒動作 所以我現在也不知道這個 鹹蛋黃有沒有辦法附著在我們的透抽上 這個透透的 它感覺不是濕的耶 是乾的 還是要加一點水 因為我記得熱炒店都會加一點水 我們在這個料理的這個位置 也是一個很餓的位置 也是一個很餓的位置 在一個床上 然後完全沒有抽油煙機 對 所以我們的這個料理的這個油煙呢 就是四處亂噴 我們應它的要求 最瘋的做法 亂做 最瘋的是你那片魷魚有多大片 大片才好吃啊 我教各位這個人家經營熱炒店的朋友 為什麼要切這麼大片 你知道嗎 你們切這麼大片對不對 份量就會不平均 比如說他們來了六個人 誰要吃這片呢 這片可能就超過一人份 那剩下的人就會吃得不爽 他們就會再點一份 那你看 你今晚就賣了兩份這個透抽出去了 它不會叫廚房切開嗎 所以這一道菜要慢上 他們黃湯下肚之後呢 就意識就模糊了 他就不會想到要請你廚房把它切開 你說什麼小味啊 應該可以了吧 二歸二總不會是沒熟的吧 看起來是蠻可口的 看起來跟外面的金沙料理一點都不像 蛋黃完全沒有在上面的感覺 好 我們這個瘋狗式料理金沙透抽 完工了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連同 剩下兩個看起來比較能吃的料理 一同上桌 好 我們現在三道料理已經全部完工了 我們現在進行試吃環節 味道最淡的開始 好鮮的味道 好新鮮喔 再加一點銀棒的話就很好吃了 這應該是沾那種 海產店會有那種 完全沒有料理 然後給你沾睫毛 我就是完完全全的透抽味 然後這個 這個蒜蒸的話要加一點蒸魚醬油 我怎麼覺得你會破壞它的味道 那我先吃吃看這個 這個拿來沾這個醬油吧 好吃 那你試試看這個 有蒜醃過 好鹹喔 你怎麼不提到很鹹的部分 這個很鹹啊 這個你應該加一點不會啊 好像不加醬油會好一點 而且吃起來跟隔壁湯 沒什麼差啊 這個醬油會太重 那我們來看看 最有可能失敗的這道 瘋狗式料理 沒有你知道 我有去吃過幾間熱炒店 它的金沙是長得一樣的 所以我現在已經知道 這幾個人是怎麼玩出這一套東西的 太好吃了吧 沒毛病啊 這一套 你是認真的嗎 好吃啊 不好吃嗎 這套味道很怪耶 好吃啊 我知道哪一塊 味道不均勻 像我剛剛吃到的那一片 就比較正常一點 我吃的第一片有一點 可能那個調味料沒有散開的味道 那這三個如果你要在熱炒店 你點一道吃你會點哪一個 真的嗎 有可能會點這個耶 我吃海鮮不喜歡吃到一些 太雜的味道 這也不是說不好吃 可是他吃不出透抽的 他沒有那個透抽味 所以他可能比較喜歡 那這一道就有點 用鹹蛋黃啊 這些調味料的味道 把透抽味壓下去 他可能比較喜歡 這個相對快炒店的透抽炒魷魚 這個Q滿多的 就是那個肉質好 它的原料可能比較好 那這次的體驗你滿意到 會不會從今天開始就有人叫你料理天才 我相信這部下面會有很多熱炒店的師傅 教我怎麼把金沙料理做好啊 絕對是加油之後先炒金沙 好啦那這部這個透抽三重咒 到這邊告一段落啊 那這個也謝謝這個KK送來的這幾隻透抽 非常的美味 那喜歡我這部影片的話呢 可以幫我媽媽按個讚 開個小鈴鐺 接收個影片通知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推薦給親朋友好好看 那這集就到這邊結束啊 我們有緣下一集見 掰掰 你要全部課完 我把最大片吃掉啊 這很鮮的 就它很 嫩 因為一咬就是開了 其實也沒有都很難咬 相對熱炒店的就是它很多 對啊